远东百货花莲店执行新院礼物募集计划第八年 累计送出有超过3000份的礼物 今年虽然疫情紧绷不够在花莲市公所 市民代表会还有许多花莲善心人士支持下 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募集到500份的礼物 并且在圣诞节前夕分送给花莲家福中心500位小朋友 花莲圆百连续八年举办新院礼物计划 即使疫情紧绷但是花莲的爱心依然热烈 短短一个月时间500份新院礼物募集达标 在大家的全部的权力鼎立支持之下 我们顺利完成这今年的500份的新院礼物的额度 已经圆满达成了 这是花莲圆百第八年举办这样的活动 连续八年总共募集的目前累计 已经到3000份的新院礼物 那这么优良的传统我相信我们 远东百货花莲店还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希望有第二个八年第三个八年一直传承下去 然后提供给我们的花莲的乡亲 尤其是家福中心的这些小孩子 有一个更平等的机会 在这个社会上会更有竞争力 华莲市公所与华莲市民代表会都全力支持这项计划 市长魏嘉贤希望善的循环能够带给每个人正向能量 完成孩子的心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有需要被关怀的孩子 那我之前看了一本善的经济的一个循环的书 我觉得善的经济是你投资这些孩子 或者需要帮助的朋友之后 他也许他有正能量可以再回馈到社会 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力量被支持 我想很多的公益团体需要大家被看见的支持的力量 那我也希望更多的乡亲朋友们 都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在花莲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福团体 华联佳福中心感谢施工所代表会 还有远都百货以及所有散心人士的爱心 让佳福的孩子不孤单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不管各行各地大家其实都不太好过 但越是辛苦的时候 然后越有大家的关怀 这样子的关怀其实越感温馨也越感珍贵 那所以我这边今天也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华联佳福的孩子 然后有五百位孩子在这一次圆摆花莲市公所跟代表会 一起帮这些孩子做的圆梦 那我在这边先代表我们所有的孩子 跟大家先至上最高的经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抱着圣诞礼物笑得开心 圆摆花莲店表示 会持续努力让心愿礼物计划继续传承 陪着花莲的孩子快乐成长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花莲